Ethnic Media Service 今日举办在线研讨会 关注疫情下经济重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并邀请了多名专家学者探讨此次疫情和佛罗伊德事件 暴露出的美国健保、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超过100家少数族裔媒体出席了当天的在线会议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教授汤·冠博士 介绍了最新的全球疫情 目前全球感染人数已接近864万人 美国确诊人数220万人 死亡人数达12万 其中加州本周新增了5000例病例 美国著名名权活动家律师Constance L. Rice加入会议 他从奴隶制谈到目前的美国的警政系统 他认为奴隶制根深蒂固地融入了美国的警政系统 让警察的工作成为让黑人留在自己的位置 远离白人和富人 要要求公平公正 比如改变警察的不受惩罚的文化和治理黑人的任务 警力应该用于追捕不法分子 南加州大学社会学及种族学教授Manuel Pastor 分析了目前美国种族主义问题 几十年来 有色人种都受到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影响 例如 此次疫情中年轻病例有73%都是西异人群 而弗洛伊德至此引发全美各地抗议活动 则是当代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 警察的暴力执法只代表了现在美国种族主义的冰山一角 非裔美国人在经济 教育 职场上仍然遭受着很大的不平等对待 大众需要反思 种族主义是如何造成非裔美国人 财富减少 受教育机会减少 管制过渡等等 当下全美的游行示威活动 就是让美国大众和执法者认真思考社会对种族的不公平 硅谷未来研究所执行董事Marina Gorbis 谈到了未来的性质 是利用科技和平台合作 催生新的价值形式 今天人类面临的健康气候等问题 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社区能解决的问题 而是全球性的 就像新冠病毒一样 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更具前瞻性的导航和保持平衡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